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月8号周二 美股尚未开盘 感谢来到first trade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选 联合会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简单的明天说明 我们就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现在是由我美股实战孙也 为今天大家带来今天早上美股期权早班车 简单的明天说明 如果选择继续的观看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好这是本次的班车计划 是direct into 我们看看昨天市场是偏猪 基本上全天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我们说到原油指标要小心了 90到100我觉得可能难以持续 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冲高回落的动作 美元最近也是开始起稳 想要上工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这也可能对大众商品来说 都会有一些潜在负面的一个影响 目前我们看到国债利率 还是高高在上 国债价格依然还是在寻找支撑 那这里一直到140以下有非常多的支撑 但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测试去等待了 因为我们看到国债利率 尤其是10年的国债利率 不断的向上冲 那似乎终极的目标是要往2.0这里去走 至少可能要走一圈 甚至有可能来到2.1 2.2的位置 如果国债利率还有上行的动能 目前没有任何看到要反转的这么一个事件的话 我觉得这里还是一个杀估值的一个整体思路不变 估值偏高的股票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麻烦 QQQ 最近我们看到也是来到支撑位置 暂时是起住了350这里有支撑 然后一路到370甚至到380 接下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阻力 整体来看目前还是一个区间的震荡 SMH也是同样的道理 来到支撑位置暂时守住了 但上面也会有更多的阻力 生化制药板块之前我们也说过 最近可能跌的少一点点 涨的稍微多一点点 看上去似乎有相对的强势 但目前还是需要更多的观察 ARKK类的可能也跌到一个关键的位置 会有不错的反弹的位置了 那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跟2020年的疫情期间的 这个高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我们看到最近不少股票都跌回到了 疫情前的起点的位置 也就是疫情前当时跌下来 然后有一个CNV反转 最后创新高的位置 我们看到好多股票都来到这个位置了 那我觉得不排除 一些高估值的玩意儿 对吧 可能也是最终要往这个地方去跌 甚至有可能会跌穿 所以ARKK 我觉得长线的抄底的位置可能还没到 但是短期来说 这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反弹的 但任何的反弹我觉得还是找机会可能要做空这种高估值的玩意儿 昨天我们看到SARK也是有不错的机会反向ETF也好 正向的ETF也好 我们看最近更多还是一些短炒的机会偏多啊 市场进入到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里面了 很难有单方向的行情持续 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小区间的震荡 然后ETF上面的一些操作可能会比较多 但更多还是见好就收了啊 见好就收了 目前盘前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没有什么太多领头的玩意儿啊 因为这周我们看到没有大的公司报财报 都是一些偏小的公司报财报 银行还是不错的 除了银行以外 我们今天早上活跃之药财报一般般啊 砸下来了 所有疫苗类的全部都跟着下来 然后Facebook依然还是在往下杀 对吧 220附近可能会有不错的机会啊 我们昨天好多报财报的 最终我们看到反应都是偏负面的啊 今天银行还可以除了银行传统价值以外 科技类的也是有不错的 这个算是中立的一个开局吧啊 然后呢 以能源 今天表现稍微差一点 但最近也是表现非常的好 也会有一些补 补跌吧啊 健康的回落吧啊 那我们看盘前 从这个TopGainer来看 很多都是有新闻的 UCL这可能不太熟悉的一支中概股啊 那我们看到 激光雷达 VLDR昨天有这个amazon的stake的新闻啊 这个新闻短期来说还是会有些作用的 splash bearish 其实短线动能股还是很强 啊 HOG 这支我觉得是有深度价值的 对吧 我们说过财报里说他呃 物质是偏低 那有机会向上走 CHGG 物质虽然高 但可能也杀出空间了 ATOM 这支半导体股票 我也比较喜欢盘前有不错的骚动 然后后面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激光雷达中概相关的股票 呃 没有什么特别可圈可点的啊 今天早上 从TopGainer来看 ToutLoser里面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玩意儿 盘前跌的我们看到很多都是生化制药股 然后跟个股的新闻有关 然后也有一些疫苗相关的财报相关的盘前是有下跌啊 那今天比较重要的事件 昨天我们自己有提到一下对吧 昨天我们有提到一下 呃 这周开始会有不少的会议啊 会有不少的会议 那么昨天数呃 这个数字货币类的股票比较强 然后包括还有川普概念股 昨天也不错 但是很多都是冲高回落啊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赛道 然后IPO解禁期到了HTZ 这里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弱 对吧 有大量的卖反卖压 今天早上还有一些反向收购对象 会有一些会议 还有一个Michael Cap的一个会议啊 Second Winter Wonderland Annual Best Idea Virtual Conference 这也是对小盘股可能会有一些提振啊 那里面涉及到不少 小盘股可能会有一些 动能呃 今天还有一些Investor Day 啊 Decker Outdoor 这个公司也是有相对强势吧 啊 有相对强势吧 呃 跌的可能少一些 也是相对来说跌到位了 这只也是做这个UGG鞋子的 对吧 啊 这个可能也是值得注意一下 全天也有一些事件 有一个Virtual Non-Due Roadshow Event啊 然后同时还有MGIN啊 MMGIN也是大药股了啊 大药股了 还有些其他的也是这个新的这个应该是 一只小股票啊 Fair Car America 这个是自动化驾驶类的 对吧 啊 也是有一个有个个股的会议在11点 然后11点还有福特汽车 跟美龄 这里也有一个会议 投资者会议 分析师会议 11点半啊 Cathie Wood就会discut 他最近的一些仓位的变化了 对吧 最近仓位的变化 然后盘后我们看到会有Peloton 还有APPS的财宝 这两只可能是这周 比较重要的两只财 两个股票了 对吧 代表了很多 呃 当下市场的一些股票的 这个集体的一个 可能接下来会走的一个情况啊 Peloton代表了疫情 期间的股票 同时也代表了高估值的股票 是吧 APPS呢 也代表了科技成长类型的股票 但是更多是代表这种偏低估一点点的股票 是吧 啊 也看看最近有没有一些机会 那感觉杀的多的啊 可能都会有一些反攻的机会啊 但任何的反攻目前来看 还是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啊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对吧 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比较坚挺的反攻 出现在更多的股票里面 那何谓比较坚挺的反攻 像苹果这种我觉得就还不错啊 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坚挺的反攻 苹果也是 这边我们说过之前可以无脑抄底的股票 另外一个就是 微软啊 像这种股票 我觉得有相对的强势可以看到这市场的恢复作用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的啊 目前来看也还是有相对的强势 对吧 那这种大的股票 跌到位了啊 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对吧 但如果涨回来了 那也要小心 可能短期内啊 CHGG啊 财报之后是涨了 这里啊 可能也是跌到位了 做了一个双底 并没有往下杀 这里是盘前有点拉起来 但我觉得依然是高估啊 依然是高估 可能不好做空了啊 但确实很难再追进做多了啊 T2 interaction 盘前我们也可以看看 T2 interaction TTW 这也是做游戏的公司啊 偏向于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啊 然后另外我们看到AMG 这也是盘前 昨天盘后有财报的一支大药股啊 表现也是平平吧 AMG 表现平 基本上是回到了最近的一个高 点啊 我们看还有7 property SPG 盘前也没什么太大的波动 也属于正常的一个预期内的变化 Tenant health T E&T 也就是THC 这支也是我觉得有深度价值的医院吧啊 最近回到区间下沿了 没看到什么特别的机会 Rambus 也是一支不错的小半导体股票啊 这支股票我们看到盘前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一种 对吧 MBRS 这里 RMBS RMBS 另外我们看今天盘前 灰儿之钥目前是跌了一点啊 那之前我说过灰儿之钥这里 没什么赚钱的这种动能啊 更多属于是价值股必显的了 如果市场要涨的时候呢 他可能不会是涨的最多的那个啊 但跌的时候他可能会相对来说跌的少一些 所以这支股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 值得关注的意义在短期啊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 可能也有更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像BNTX啊或MADARA这些 可能在相对的更低的位置 更加值得的去关注 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另外像MBAX 这些可能在关键低位可能会有一些反弹 另外还有一个图形比较到位的 VIR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疫苗股 可能会有一些相对的强势啊 比更多这种传统大家关注的疫苗 可能更值得关注的股票啊 BP也是最好的高分红的能源公司 这边也没任何毛病啊 没任何毛病 继续向上蹭 Cody香水代工 我觉得这支股票有深度的价值啊 值得更多的关注 也会可能打开更大的空间向上啊 哈利文波特车 我们看到目前是往上走了 Frizzers是跌了 Cisco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动静 对吧 今天盘后的Peloton 和APPS 我觉得这两个还有N-Frizz 这些可能动动都是很强的啊 还有CMG Chipotle Lift Corsair SPO Spirit Airline 这边是有些收购并购的消息 所以我们也点评了 可能偏中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呃 Don Submit Don submitted 这个也是一支偏高估的IPO 对吧 Pay.com也是啊 我们看今天盘后又还是有几个大家伙 我们值得来看一下 Peloton 昨天我们也点评过 这边有收购并购的传言 先是周五传言 可能Amazon会收购并购啊 那呃 这个新闻我觉得有点空穴来风吧 但确实能够对这次已经跌了很多的股票 有一定的带动吧啊 嗯 从图形来说是跌回到了关键的支撑位置啊 跌回到关键支撑位置 那这位置我就会有一定的支撑啊 所以财报之后想要再往下跌我觉得有点难 呃 更多会不会借助财报而反攻呢 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啊 因为毕竟Peloton还是在整个行业业界当中 是有比较大的这种领先能力的 虽然说成长心是在放缓 呃 昨天我们也大概看过一下 从估值的角度来说 Peloton倾向于 饱和 而且现在还是没有引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盈利的预期 虽然说revenue是在不断的增长 是吧 但还是有很多烧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我们看revenue还是会有保持一个成长性 但成长现在开始放缓 更重要的是目前还没有稳定的盈利预期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对吧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啊 所以我觉得 Peloton这边如果 就这么蹦上去了 呃 想要再往上打开空间 我觉得有点难 对吧 有点难 但如果之前 财报前有布局的话 呃 那可能还不错啊 说不定可以拿着过财报 在任何的上涨 我觉得都是 要找机会跑路 对吧 找机会跑路 感觉跌多了的话 能不能来到这里 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做空的机会 当然这可能有点难了 对吧 可能有点难了 看看中轴的机会有没有吧 啊 如果能来到中线 这个下降通道的中线位置 人家说不定可能还会有回踩 所以我觉得这里大盘 这个股票如果要走出来 需要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如果被收购了 哎 可能也是一种最佳的一种情况 啊 另外就是APPS 这支我们之前说过 是属于偏低估的 跌到50块以下 我觉得是跌出了很多深度的价值啊 不是这50块以前50块附近 也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位置的啊 我们看这个平台 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啊 然后一直到这里 对吧 啊 都会有比较强的支撑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啊 所以这个位置 呃我是比较关注长线的变化的啊 甚至APPS如果说 真的是很喜欢的话 在财报前 我觉得可以来一点仓位 然后呢 等财报之后 如果跌了再考虑加仓 或者说财报之后 如果大涨 哎那也可以可以建好就收了 对吧 短线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nothing to marry to 在这种震荡的市场下 我觉得也不需要过多的长期的使用啊 有不错的利润就可以先收了 对吧 来回可以再倒腾啊 那APPS目前我们看到估值还是很好的啊 成长性虽然有放缓 但是依然保持一定的三五十个percent的营收 跟EPS的成长性 依然是严重低估 对吧 严重低估啊 按照现在的PE值来看 也属于市场平均水平 前瞻来看 这个还是有很多成长性的 所以前瞻 Forepe是属于偏低估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支 不错值得关注的股票 上周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我们看到Pinterest 在财报之后 也会有一些积极的反应 但是我们看到 很快又跌回来 对吧 很快又跌回来了 感觉还是需要时间做底啊 那APPS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觉得如果上来的话 可能还是会挽回的拉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更多是不断的逢低找机会 做多 然后呢 上来正好就收 然后来回的这样倒腾 对吧 或者说留有底仓 平时如果你的仓位是100股的话 你可以留一半 留三 留50股或者30股都可以 对吧 作为底仓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滚动操作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 也是不错的一种想法啊 另外像我们提到的 今天盘化还有 N-Face N-Face可能估值就偏高一点点了啊 这只太阳能的公司 新能源类的 我觉得估值偏高 这个可能还是会被杀啊 已经虽然被杀掉了一半了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这里更多是找到一个支撑而已 不排除这支撑还是会被测试 甚至可能会往各地位置走 完全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估值来说偏高的话 任何可能性都会发生 另外像 Tripoli CMG也是 属于估值偏高 然后被杀下来的 目前也是找到一定支撑 但是还是在一个下行通道当中 如果来到下行通道上延的话 可能可以考机会风高 考考考考考率 找机会风高做空啊 Corsair做这个外设电竞 电竞这个配置的 Corsair Gaming 这支我觉得是跌出价值的 跌回到IPO的这个平台上延的位置啊 这支股票也不排除可能会pop起来 不排除可能会pop起来 估计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Lift还有Uber 这可能也是很多同学会关注的 Lift今天财报 然后呢 Uber是明天的盘后财报啊 那我们看到Lift这里还是一个下行趋势 但估值上来说 Lift可能会更吸引人 Uber目前开始赚钱了 但是赚钱能力肯定还是没有Lift这么强的啊 所以看看Lift能不能来到这里 对吧 能够能不能对Uber 有一些带动Uber 我们看到属于初心消费类的 疫情期间是受到比较负面的影响 当然后面反转也很快 但最近呢 我们看到是一路阴跌下来 还是属于在一个下降通道当中啊 但这些通道更多显现的是相对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回调啊 那这个通道的下沿 我觉得会有机会 会不会财报来到这个位置 还是说直接往这个上沿这边去攻啊 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有 来到上沿的话 如果有仓位要见好就收 如果来到下沿的话 可能会可以考虑 逢低做多的机会啊 XPO 这也是物流的股票 这边我们就不多讲了 然后明天的盘前 CBS 还有TAVA 这些都可能属于相对来说偏低估的 麦迪逊花园 Medicine Square Garden 这也是属于这种Reds类的了啊 那随着疫情 稳定下来之后啊 那些concert 球球这个这个 这些concert 做演唱会的 对吧 看球的啊 这些也是慢慢的恢复回来的 对吧 Medicine Square Garden 也是卖不少周边的啊 Medicine 代码意思想不起来 应该是这个啊 MSGS 这我们看到也是 很难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啊 很难回到疫情前水平 而且他也不发分红吧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如果发分红的话 长期还可以拿着啊 如果不发分红的话 这种很难长期持有啊 很难长期持有 因为可能股价 没有什么太大的动能啊 YUM 周三盘前也有财报啊 CAMERAL 这只也是 呃 我们比较喜欢的 YOU类的股票 对吧 还有ETHERIUM 这只也是 LAD 这个做自动化驾驶电池类的 还有Performance Food Group 这也是做通胀类的 对吧 HONDA 也会在周三的盘前财报啊 然后周四也会有更多 呃 值得期待的东西啊 周三盘后 跟周四 这个我们留到明天 再进行更多的讲解啊 那最后留点时间 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 对吧 这位同学问到 激光雷达 呃 V L 第二 那昨天盘后 也是有Amazon的新闻啊 呃 那我觉得很多公司 跌下来之后啊 最近我们看到 收购并购的传言 反而是多了啊 甚至也出现了一些大公司 可能想要介入一些 小公司的股份的 这样的一些新闻 那昨天激光雷达盘后 是有新闻 那Amazon是买了一些 Warrant 对吧 你能买了一些股权的 这么一个意思啊 那其实这种新闻 我觉得更多是短线的 一个效应了 昨天最高盘后 应该是达到了 六块钱啊 七块钱啊 很凶啊 能最高把他七块钱 那作为激光雷达 这还是属于一个 烧钱的一个阶段 那需要更多的资金 那Amazon介入 是一个好事 是吧 是一个好事 呃 激光雷达 issue了Warrant 接近40 million share 我也看了一下新闻 好像这个 40 million share的 access price 好像是四块多 也就要达到四块多以上 然后呢 Amazon才能行全啊 当然他买的具体的细节 成本各方面的东西 都不太清楚 对吧 那看市场的反应来说的话 昨天对短线这个新闻 还是有一定的刺激的 但今天早上我们看到 直接的是低开 昨天是尾盘 昨天尾盘 盘后啊 拉上去 呃 然后最后收在了六块五以下 然后今天早上是低开 往下走 而且今天早上量还是蛮大的啊 所以我感觉这个新闻 更多是短线的一个影响 而且目前来看比较负面 比较负面 呃 昨天这个新闻 这个可能不值这么多钱的感觉 对吧 可能不值这么多钱的一个感觉啊 s pssp 这也是最好的 我们之前说过最好的能源公司啊 最好的能源公司啊 这种都不需要 为什么要卖cover call呢 拿着吃分红不香吗 拿着吃分红不香吗 啊 som 这也是 可能适合卖cover call的股票 呃 就是稳定向上涨啊 稳定向上涨 那cover call是基本上很难亏钱的 在这些股票上面 对吧 很难亏钱 那我相信亏的话可能也是亏不了太多啊 呃 那facebook 马上可能也快到了啊 明天就是第五天了啊 刚好也来到关键的支撑位置 220啊 220 呃 另外我们看看nsg natural gas service group 这支我们看到 我们个人是不太熟悉啊 看图形来说还是挺稳的啊 向上蹭 嗯 估值偏高 这属于是油气类的股票 天然气类的 不太熟悉啊 感觉这公司好像目前是不赚钱的一个状态 但形态上是比较强的啊 所有油气股 都是有不错的 技术形态上的变化啊 基本面 看一眼 这公司 盈利方面也不太稳定啊 不太熟悉这个公司 德州的 做natural gas的 compression service equipment 就是energy service ok还是做油气相关的 主要是偏气啊 这支不太跟天然气走 这个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 天然气最近波动是挺大的 但它是稳定向上走 呃也在相对的低位吧 可能之前没怎么涨有关系 最近开始有点补的感觉啊 在补涨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不错啊 说不定 有相对强势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补涨的啊 呃 但我不熟 所以这支会不好说啊 也不好说 自己看着办吧 就是看图形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值得注意 还是比较强的 完全不理会大盘 自己走自己独立的行情 也不理也不理会原油 也不理会天然气啊 因为它更多是跟着天然气走的啊 呃 这里会有一些阻力 同时这个位置 我们看之前也是很难 起稳的位置啊 12块钱以上 那如果能起稳12块钱的话 那会打开空间 往13甚至更高的位置走 我们看这个位置之前是 很长一段时间 都未能成功站上的位置啊 那如果能开始考虑 在这个位置起稳的话啊 那意味着说 它可能会有大的突破啊 最终可能会突破 走出这样的一个 圆弧底底部的一个形态啊 同时下降趋势 我们看到基本上已经逆转了 所以这里已经开始做一个大的圆弧了 这个我觉得形态上来说是不错的啊 值得关注 苹果 苹果也适合做cover call credit spread也可以啊 考虑在下面卖点put吧 苹果我觉得可以在上面卖 call下面卖put都可以啊 都可以 但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啊 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现在卖put的话 Facebook可能是最好的卖put的机会 是吧 卖call的话 可能要选择稍微弱一点点 微软最近可能没有苹果这么强 如果要卖苹果不如卖微软的 我的意思是说啊 Facebook 你要做一个长远的打算啊 220块可能会是个长线的一个好的位置 但是你可能需要几个月的这种时间周期了 因为我们看到阿里巴巴 当然阿里巴巴有很多政治原因了 对吧 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一旦形成这种下降趋势之后 这种大的股票要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非常非常难的 你看阿里巴巴这跌了快两年了 对吧 那Facebook这里也是跌了半年而已啊 那半年虽然说跌的蛮到位的啊 没掉了接近三 接近40个percent吧 没掉接近40个percent 没到50个percent啊 没掉接近40个percent 我觉得是跌的蛮好的 对吧 跌出价值了 而且也是跌向这个220关键的疫情高点的平台 我们看很多股票最近都来到这种关键的位置了啊 那意味着说可能会开始有些起稳的动作 等待市场集体反弹或者是反攻 但Facebook这种股票需要更多的时间 这么大的市值 不是说马上升V就回去了 对吧 这需要几个季度的时间啊 所以这里还是会来回来回的拉扯啊 但我觉得可以考虑卖put 这里也可以卖call啊 因为短时间可能上不去 可能也最近快跌不动了 可能最近也快跌不动了啊 Peloton提前财报和宣布重组计划是吗 我们看盘前 Peloton财报已经出来了吗 原本是应该是在盘后的啊 呃财报step down in border overhaul okay new CEO get lower bar as company gain cut outlook okay 我看财报 啊 今天早上看到CEO 内部人士是有调换啊 啊 财报好像是 还没出来啊 我这边看到是没出来 但是好像是看到了不少的 呃 CEO高管的变化啊 财报数字这里是没看到的 那应该是等盘 等盘后了对吧 等盘后了啊 目前看到这个换CEO 可能还是偏向于积极的反应吧啊 但我觉得经过昨天这种谣传之后啊 跳空高开 然后最后并没有什么太多积极的 建树 如果能稳在这里已经算是很强了啊 那不要想着说再往上攻或者是怎么样了 我觉得短期需要更多的时间对吧 需要更多的时间啊 目前不做过高的期待吧 我觉得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上去的话 可能说不定有做空的机会 如果下来的话 说不定可能 可以找机会抄底 这个位置比较尴尬啊 这个位置比较尴尬 上周没有进SARK 没问题 昨天也是很好的机会 昨天也是很好的机会啊 HOG也是比较偏低估的 我觉得财报之后可能会pop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啊 当然如果已经pop起来的话 那就算了对吧 那就算了啊 Facebook深度被套牢 早干嘛去了对吧 早干嘛去了 过年去了吗啊 目前还没有止跌 220啊今天早上到了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不错的一个位置啊 当然你如果已经被深度套牢了 暂时不要考虑加仓啊 这边我们说的更多还是没有仓位 想要建仓的同学 可以考虑关注Facebook 220这个位置 但如果已经有仓位了 我觉得任何的反弹 你可能要借助反弹 跑一点 如果你不想这个资金长期的被套牢的话 对吧 因为Facebook起来是需要很多时间的啊 但220这个位置可以博弈一下 特斯拉依然是比较偏高估的 比较麻烦 小鹏汽车 最近也是跌下来一点点 我觉得做波段的话 理想跟小鹏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长线来说 未来可能目前也是在一个很好的价格 但总体来说 这三个都比较麻烦啊 因为还是在一个杀估值的整体节奏当中 短期来说 没有看到什么太大见数 因为的啊 我觉得还是风高做空的思路 依然还是比较高估的啊 依然是比较高估的啊 MAC 也是不错 值得关注一下 我们看到有绝对的强势啊 完全不理会大盘 自己走自己的对吧 那种特殊零售相关的股票 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的 大陆的股票 那说的是中盖了 对吧 中盖 我觉得中盖 有少数几只股票是可以关注 像百度这种 我觉得形态做的很到位 百度啊 京东 拼多多这些啊 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中盖 我们看都是在做底的 目前是比整体市场要强的多的多 对吧 阿里巴巴可能需要更多时间 但也在做底啊 贝壳 百度 还有说DQ啊 呃 哈里 一行 富途 甚至我们看到这里还有合力时 QFIN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在不断做底 有不少相对比较好的公司啊 太阳能类的 互联网类的 包括腾心音乐啊 微博啊 VNET 唯品会啊 云米这些我们看都是在做底部平台 这些股票我觉得可以优先考虑啊 如果选择ETF的话 KY可能也不错 啊 也在相对低位 这种位置是比较适合去博弈的啊 然后包括FXX 还有 ASHI都是在相对的低位 对吧 都是在相对的低位啊 CPI 呃 是在周四啊 CPI 申报出来之后 我觉得CPI的预期早就已经有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CPI无论是 很好还是很坏 这里的好坏更多是相对的啊 那现在如果通胀过高 对资产价格来说可能不一定是个好事啊 如果通胀比较稳定的话 可能更多会是个好事 那通胀如果这边稳定的话 我觉得对大盘是好事 如果通胀过高的话 大盘可能会有负面的反应 但不会暴跌我觉得啊 可能有点难对吧 可能有点难啊 SPG也是昨天盘后 我们看到有稍微积极的反应 今天是跌下来了 呃这种可以长线持股吧啊 但我觉得SPG 可能没有store这么好 对吧 如果同类型这种商业地产类的 我觉得store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啊 但是你要注有长线三个月或以上的这种思路 因为要不然你都可能拿分红的持不到 对吧 分红的持不到啊 呃VOO 这也是属于标普摆的ETM 只是费比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 基本上跟标普摆一致啊 呃 我觉得这个位置 可以考虑长线分批进场啊 接下来跌下来也可以加啊 然后做更长眼的打算 但是这个位置我觉得短期来说还是比较尴尬的 可上可下 我觉得比较强势的表现 这里就是更多的震荡啊 更多的是震荡 短期没看到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但是你要从长远角度来说 我就值得更多的注意 当然也可以多观察一下啊 Uber明天盘后财报 我觉得不排除也会pop起来在区间上延 当然如果跌下来到区间下延 也会有很好的抄底的机会 这个我们刚才也讲了 跟Left一样是吧 都还是在一个通道里面 那这个通道的下延 我就会是好的机会上车 然后呢来到上延的话 可能是 建好就收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Uber跟Left估值方来说的话 都不太属于这种 有下杀空间的这种 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就不偏向于风高做空了啊 但是找机会做多 也是要建好就收的 在这样的市场下面啊 好 感谢大家对我们今天公开课的支持 明天早上啊 我们再来 亚烈就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first trade的客户 专线电子 邮件 你官方微信符号 first trade 航空有85服务 华人 实在是你老婆家商 真正一的名字上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请不吝点赞 and stay profitable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